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人就很生气 预备把这个管家辞掉 这个管家说完蛋了 被辞掉 那我以后怎么办呢 他知道一个方法 就赶快拿出这些账本来 把那些欠主人钱的人 一个一个叫过来 都把它捡免 100楼 捡到50 100蛋的麦子 那些欠主人钱的人 大家都好兴奋喔 主人怎么那么好 我们都变成债务都免了 免很多 后来主人就夸奖这个 其实他夸奖很特别喔 哎呀 这个不义的管家 他还知道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照顾这一个管家 其实这里说出了一个重点 钱财无用的时候 其实这个世代 很多时候钱财也都变成无用 那最重要就是你在神面前 是不是有那个道路 有那些真心的朋友 好 所以在第二段的时候 就会讲到这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在最小事情上要忠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就会对我们说 神知道你的心 你在小事上有忠心 一定会成为神所喜业的故事 然后讲到 律法和先知到耶和 从此神国的呼应传开了 中间有一句话叫 人人努力要进去 哎呀 这个人人努力要进去 就是如果你在神国当中 你知道管理神所给你的 一直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小事上祝福 你就会发现 在神国道路里面 因为你有这样做 努力去做就是这样做 就是把不义的钱财 成为义的这样的果效 你如果愿意这样做的话 所以啊 所有财主都要记得 你的钱都是神赐给你的 所以你的钱 你的一切所有的 如果不赶快成为众人的祝福的话 那有一天 你会变成 人人进神的果要努力 但是你不努力 意思就是说 你就不能进神的果了 好 那第三段这个故事 就是更说明这件事情 一个财主 每天色怀燕热 那门口外面的这个拉撒路 逃犯的 又后来两个都死了 都死的时候 这个财主在阴间 诶 怎么财主 我今天做了那么多好事 为什么我现在在阴间 他远远看到亚伯拉罕 又看到拉撒路在 亚伯拉罕的怀中 他就很痛哭说 能不能打发拉撒路 沾一点水在我的舌头上 因为我在太热 太痛苦了 火焰很强 这个火呼嘛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希望都能够了解 财主每天过着非常优渥日 为什么有一天 他会在这个阴间 连一滴水都没有 这种痛苦 那财主最后只好说 不然后 能不能拆遣拉撒路 到我们的家中 警告我那些兄弟 让他们知道 如果继续奢怀燕热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得救的 亚伯拉罕说 他们早就有神的话 警告他们了 摩西河先知的话 就是神的话 在圣经当中 他们如果不听的话 有多少人看多少神迹 都没有用的 弟兄姐妹 不义的钱财 不义的管家 让我们再思想 这一切 生前好像都很丰富 后来变成一个 很悲惨的故事 我们也希望一件事情 在这世上 也许我们有苦难 但是因为神的爱 我们愿意把所有的 分享给别人的时候 我们生命其实 大得祝福的 好我们去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是给我们在生命当中 非常丰富的祝福 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 那些丰富的祝福 都要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谢谢你 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